好 那麼郭台銘19號到日本度假 那20號沒有出席國民黨舉辦的四十大會 然後呢 兩天從日本回來了 那麼他太太說 因為很久沒有出國 利用週末假日到日本東京走走 知識東西 因為時間不長 只在附近走 在東京附近走走 那郭台銘說 對於政治議題都沒有回應 只是表示 這次去日本是陪小孩還有孫子 另外呢 他打算要展開全台灣的感恩之旅 所以支持者5月27號也要再集結 那另外呢 侯友宜說 會跟郭台銘會共同努力守護中華民國 那柯文哲說 我有機會見郭台銘 沒有問題啦 因為他們關係原來就還可以啦 那另外呢 因為之前有人說 朱立倫曾經表示過要支持郭台銘 所以呢 這個黃建廷就說 我是虔誠的基督徒 信仰代表我的人格 絕不容污蔑 意思就是說呢 不要相信二手傳播 意思就是說呢 他並沒有騙人 他講的是真的 那另外呢 郭台銘說 2024跟合作 跟這個侯友宜可能 他相信還有合作的機會啦 我們先看一下郭台銘從日本回來 結束日本散心之旅 郭台銘帶著家人 二十一號晚間 反抵國門 我這次是帶著回家去渡假嗎 這小孩也有 有 小兒子有孫子 這三天玩得快樂嗎 點了點頭 心情有放鬆 但選舉題似乎還卡在心頭 不管媒體怎麼問 就是不說 氣氛凝結 尷尬滿點 比了比手是要妻子帶打 不過 未來有沒有考慮跟郭董一起進行感恩治癒 到時候再看 謝謝 小心 我還不知道他的計畫 他沒跟我說 那你怎麼這麼巧遇啊 肥福的鄉親回來啊 對 就這麼巧 國民黨挺國派立委林思民 同樣現身在機場 但郭董下一步何去何從 郭祝惠的內幕風波 向團結得先解開心結 郭董要回來了 謝謝 謝謝 大家回來了 謝謝 連聲謝謝加晚安 檯面上仍不願開口溫情喊話 這是否也讓敵方柯文哲陣營 有機會博取合作空間 我後來發現你知道 每次他一回來 我就是離開台北市 然後他 當然就湊不在一起了 所以有機會去見他就沒問題 是否再度郭柯惠 恐怕在氣炸鍋冷靜冷靜之前 最好還是當個不沾鍋 各位你怎麼看 我想其實郭董這次初選之後 確實我覺得大家還是要給他一點時間 因為其實他這次初選結束之後 我想心情也是非常激動 需要平復 尤其他這次看到他去日本之後 回來這個態度區域低調 跟他第一時間祝賀我們侯友宜市長的 臉書的文章的態度其實明顯不同 所以我想表示出國善心之後 他應該有整理自己的思緒 應該有一個不一樣的想法 我認為應該要再給他一點空間 但是這個對國民黨來講 這次初選之後 相關的內幕又盛銷成上 後續的整合跟團結 我想這個是朱立倫主席跟侯友宜 必須要去面對的一個狀況 至於說郭柯二會的部分 我想其實柯文哲主席跟郭台銘董事長 一直都保持一個非常良好的 互動的一個關係 對於有沒有機會後續再合作 或者是說再進一步的進行交流 我想我們都是抱持著正面 跟樂觀的態度 因為我想柯文哲主席 已經在520也正式宣誓 要參選2024的總統 他對內的口號就是 團結台灣聯合政府 所以我們會用盡我們的權力 去爭取最大的一個 任何人的一個支持跟一個協助 我想這個是我們現在 目前一貫的態度 副寫 我覺得當然這一次 其實在這個之前 就是國民黨5月17號 確定人選 檢視上等於是5月15號 就確定人選了 的前一天 大家還記得 郭台銘的那個板橋的造勢 我看到他家人也出動了 幾乎是全員到齊 然後包括了他的表姐也都出動了 我那時候心裡頭就在想說 如果不是郭台銘的話 我覺得郭台銘一定會受傷太重太重 不是受傷很重而已 我覺得他會受傷太重了 我當時心裡頭 隱隱有點覺得不太妙 雖然我覺得判斷起來 可能是侯友宜的機率比較大 現在他是一個他現在受傷的狀況 他會這麼快從日本回來 我其實是有一點點意外 我本來以為他可能散心的時間 要花更長的時間 然後慢慢的去整理他的思緒 看起來他把他的思緒重新找回來的速度 其實是快的 我相信他跟 我之前其實就跟大家一再的說 我覺得除非那個遊戲規則 是事前三個人都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否則不管你的標準有多麼的清楚 最後一定會產生很多的汗格不入的地方 現在不幸而言重 其實後來傳言出來的這一些 什麼這些人講了什麼話 那些人講了什麼話 我認為可能都是真的 我不要講 我認為應該都是真的 因為我知道說 其實是有一個體系 他們其實擁有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個郭台銘說了什麼 然後讓他們知道 他們其實我得到的訊息也差不多是如此 可是我覺得關鍵點不是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關鍵點在於 侯友宜他有沒有想清楚 他希望郭台銘幫他什麼忙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郭台銘一定要那一個總統的名分嗎 我覺得可能不一定 可是他很希望去貢獻一些事情 這是很合理的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侯友宜到底想清楚郭台銘 對這個國家最大的貢獻 可能會在什麼地方 因為他如果能夠用得好 不只是郭台銘自己會非常的欣然接受 我覺得更重要是對中華民國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關鍵鑰匙 其實在侯友宜身上 你現在要寄望國民黨黨中央來幫忙解決 我覺得很難 因為我之前就說過 我認為國民黨中央沒有處理好這件事情 這造成現在 還有很多懸念的重要原因 聽到嗎 其實國民黨的徵召案 其實我們從以前就一直在說 本來一個很簡單的狀況 被朱立倫主席搞得非常的複雜 因為或許這是國民黨的家務事 可是因為你沒有遊戲規則 所以沒有遊戲規則 當然現階段 即使國民黨已經提名了 可是從提名到現在 每天就是有人提出質疑 然後甚至自己國民黨的立委 也認為這當中有沒有講好 甚至是欺騙感情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跟說法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紛紛擾擾 我覺得在團結當中 沒有說真的選舉就是要團結 沒有團結的話 當然就會讓大家感覺是分崩離析 每天一報 每天一報要怎麼收拾 這我覺得可能真的是要看 朱立倫的一個智慧 其實我相信郭台銘 他就是一個霸氣總裁 霸氣總裁這樣好像一路來 然後配合國民黨 然後又被朱立倫傷了感情 又被黃建廷傷了感情 因為我想這個名嘴都已經 在他的臉書都一波一波的 把這個過程寫得這麼清楚 表示你主席在騙他 秘書長也在騙他 甚至他在要提名之前 他都一度認為說自己會被提名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錯覺 到底是誰 傳遞了這個錯誤的訊息 讓他有這樣的一個誤解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講清楚 否則每個人的心情都不好過 如果說就算郭台銘總裁 他願意放下 可是他的支持者會願意放下嗎 我們常在講 演戲要刷 看他就不刷 這個該怎麼解 我想這應該是現在 目前國民黨的難題 來 農介中 這就是政治了 陳委員也是一個很優秀的立法委員 他也要挑戰黃偉哲 如果這一次有遊戲規則 可能就不是黃偉哲選 就是他選 他對到我 因為蔡英文主席就是沒收了 沒收初選 所以就直接整招 那國民黨 如果這是遊戲規則 那國民黨不能有遊戲 為什麼 因為要成全郭台銘 董事長 如果今天要訂一個初選 那郭董就連參選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當時才會說用一個徵召 那各自去努力 最後用科學的數據來說明 我是樂觀看待 因為郭董有他的高度 再來他憂心中華民國的前途 萬一兩岸兵龍相見 那恐怕他的企業王國 他要面對那麼多的投資人 整個企業會垮掉 所以大家會憂心重重 所以怎麼回到在一個正確的軌道上 剛剛奉心講的最正確 因為既然已經 如果在黨部 我也幹了八年中長 我們很清楚黨的運作 當這個事件宣布那一天 如果不是在很完美的ending 沒有一個站在一起的團結 那就表示出了問題 那後續就很難修補 因為這不是立法委員的提名 也不是縣市長的提名 而是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所以就要回歸到競選總部 何友宜的身上 那我想他最近這一個禮拜 也聽到說 積極在拜會所有的人 那郭董回來了 是不是他們很快能夠見面 能夠抹平過去這些 所謂的不愉快 不管是誰造成的不愉快 你是候選人 你就有這個義務 你就有這個責任 你就要做這個貪扣 中央黨部幫你做貪扣 扣不起來的 就是你競選總部自己要去扣 理由你把你憋我 都在說 我們是不愉快的 是馬來的 你不再說 你要求你 我問你 我不是說